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消息人生》我是高维旭 加权指数目前小跌18点 行情路况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行情路况依然是往下的 现阶段在营造一个非买不可的行情 投资朋友 行情有一非从天吗 并没有 这个行情我已经说过了 很雷同这一段的行情 所以投资朋友 当我在6月19号告诉投资朋友 请你要卖股票保留现金 保留购买力到现在 我的看法依旧不变 希望投资朋友你都可以 因为有维续的行情路况的导航 你都可以在股票市场上里面知道 股票跟现金的比例 做一个正确交易合理的动作 之前请投资朋友避开 汉逊比特币报价概念股 原因是什么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这一段上去我从来 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这一段我都跟投资朋友报告 持续看好 为什么现阶段 当时这个时候 不跟投资朋友说持续看好 为什么 因为这段下跌代表什么 中国淘汰比特币产业 然后在比特币产业之后 没有人注意到 大家比如说 那这个涨假的涨假的 可是我也去观察到一个要点 5000块美金 比特币报价占稳 从3700 3800 3900到5000块美金 即便立功下来 一样占稳到5000块美金以上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持续看好 我们带会员做了试探 可是为什么到这个位置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不要请你不要去敢流行 为什么 因为到这边 大家跟你谈的时候 已经是什么 比特币1000 要不要1万 1万1万2 1万3 可是股价也没有过前高 即便过前高就拉回了 5000块 比特币报价 跟1万3股的比特币报价 理论上它应该再直接带量喷出 为什么它没有做这个动作 筹码凌乱了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涨价概念股 上半年我会去看好 是比特币报价概念股 下半年不是了 所以有机会 跟我认为没机会的时候 其实我就从1月份 一路追踪到现在 我应该是跟投资朋友 可以交代的过去了 比特币报价概念股 报价概念股下半年看好什么 航运族群 我从 副罗地埃指数1300 到现在2000开始有媒体跟你报了 都是冷门的时候讲的 讲在前面 当时跟 对不起 当时跟投资朋友报告这几档股票 我都认为即便 出钱出息 你都应该报价它 因为会有天权席的实力 副罗地埃指数往上涨 铁矿烧往上涨 当然包含了旧船要淘汰 因为新的环保政策来说 整个产业 供需问题 船只的供需问题 会造成整个 运费往上去做调升 这个是旺季 这个是产业 供需的问题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阳明进入下半年旺季在7月3号 跟你报告的 中航跟你报告也在7月3号 在这 台航 这些形态都是事先给你做一个说明的 星星 2605的星星 惠阳2637的惠阳 育敏 下半年都进入旺季 这些是我挑出来给投资朋友看的 投资朋友你看7月3号位置在这里 阳明位置在这 7月3号位置在这 中航 具有田全席的实力 田全席创新高 台航 创新高 星星 汇阳 创新高 惠阳 创新高 育敏创新高 但是今天全部上影线 上影线做拉回 投资朋友 中午股票能不能买 拉回就要买 我直接了当跟投资朋友报告 庞硬股拉回就是找买点 大波段操作 大波段操作 你必须看得懂 北人看不懂的点 你才有可能抱得住 而不是被洗掉 相信投资朋友 在这一整年 从1月份到现在 看回去的操作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只要我咬住的股票 我基本上 我就一路往上去做一个加码 扩大战股 可是如果我觉得行情真的不好做 我也会带会员多看扫作 甚至我还有空手8天过 不交易 我们就是不交易 一旦空手8天 去年10月24号 空手8天之后 我们在1月3号 1月4号 1月7号 开始进场布局 抱一个大波段 现阶段我们的操作 依旧是 保持这样一个节奏 认同投资朋友 欢迎跟我现场主席做联络 我是高维学生的操作 孙力威力满满 今天的解盘就到现在 这边为止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